目前已经有两个新人王头衔了 已经训练格斗13年了 94年的选手 打Crash之前的四战完胜 三次KO对方 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魏瑞本次呢 教练依然团队是布置的 让人和控制节奏 因为这次帮你快打 快必须是我们的特点 还是控制节奏 用这个渗透能力反击对方 是 人间台 94年的选手 这次是72 魏瑞的男人熟悉了 91年 176 我们一直说 魏瑞为什么面对日式选手 是意义高 魏瑞很擅长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 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 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 房市时间短 薄情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肾驱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 苦身壮阳 年时祝国 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记住微信 574993200 这个时候很紧张 两个人都是蹦紧了 是 已经在找机会 好 勾着 提供了 我们看魏瑞的这个步子 一直在保持着整个水平的移动 这是属于这个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的一种那个步伐 而且我们看魏瑞往后退的时候啊 重心是在后面的 这样的话是随时可以从后边登地直接转回前面技术 直接就可以发力 然后呢 就可以这个给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增添动力 实际上我们都说在进步和退步的时候 一定要把重心放在这个丹田下滑线在这个地面的这个位置 但魏瑞本不太一样 小机会 勾腿啊 这个小动作很好啊 勾对方腿让对方失去平衡 还要得打 漂亮 踢挂腿 勾对手 勾对手 相对于邓泽棋的这种全冲全手式的进攻呢 魏瑞更擅长把节奏拉回来以后再次反击 魏瑞把握时机的能力是很好的 这些比赛还有十秒钟 这个林建泰来自这个龙泉会啊也是这个新K1旗下的一个一个这个全国 擅长这种提前规矩的 好 这回合的比赛呢 到了 不错 应该说的位置打的还是非常好的 上来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下卡位 这样的话自己从心态上就保证了 不过林建泰本人的这个中阶率也是极高的啊 魏瑞不能太小瞧他 对 我们来看那个慢进的回放 就是这个 就这一下 左手的平勾 哦 这一下也非常的漂亮 因为魏瑞又是一个反架 其实反架拳手打正架的时候 正架拳手不适应 不是也能别扭了我觉得 齐巴队 好 看来双方的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 魏瑞的这个腿法不像邱建良的那个腿法 就是邱建良腿法的这个轮摆速度是比较高的 魏瑞呢 找机会去攻击用自己的这个镜鼓刃眼去杠对方啊 对 好漂亮 实际要抓得非常准 很漂亮 左腿右偏右拳一打 下边一勾 连续的组合走得很好 而且比赛的应该说魏瑞啊 对于整个的比赛的协作的把握 是非常好的 他是很擅长控制节奏的 如果单纯说技法上魏瑞可能不是最好最好 但在控制节奏这方面在大东西上是首屈一直 哦 哦 漂亮 点线 哦又有 继续 连机 好 好 哦 塞了一件太义的练乡 好 又打中了 好 看能不能持续保持住 好 现在魏瑞可以开始进行攻击的动作了 哦 主要给对方选拳 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想让魏瑞退出去的 对对对 但是边部表情还是想想塞一个重拳把魏瑞打出去 这个时候魏瑞 这个时候魏瑞并没有去追击还是日本剑为主的 所以这第二回球 看是不是还要再续一续力 把这个刺续满了然后再发力 走 魏瑞在腿法上是以控制为主的 那么拳法上是以中击为主的 哦 又跌地扫 好 又四一招一拳 哦 漂亮 继续继续 右手平衡 高压的行动开始 还有没有 有没有继续 你看魏瑞一直保持着什么 我往前进一下 我用你出拳以后再打反击 对 这也是这次大东翔教练给魏瑞固执的战术 这个身法的移动真的是很好 现在有点懵了 这种打法要求啊 这个运动员啊 在场上的这个战事执行能力 包括这个被林场看的能力都要非常高 魏瑞还是保持着身体的弹性啊 看来还是想出中击的 有一个 其实是有机会的 林坚太子的后手飞到魏瑞了 有一个打动员 那我还要打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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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坚太太太太了 还真是好 这一天不到现在的这个面部表情啊 都一直是 那个 没有输 我看到他在听过 Crash这种 妖怪恒行的这种 联络里面 林坚太太是完胜啊 到目前为止 进Crash之前是完胜 第二回合结束了 应该说双方打的都还是不错 包括林建泰 我倒是觉得林建泰 在这个比赛端上 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 虽然有时候若一下风 但是他这个表情 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昂扬的斗志 带有挑衅的感觉 你跟他打的时候你会动摇 对 我到底打中没了 那我成功的没了 我是不是这个打击有效 有时候你自己会犯低谷 魏瑞这个二次华力真的是好 这个从一次一次的进步 我们都明显的看到出来 魏瑞把节奏控制的真正很好 对 如果邱健良是一个这个 用自己的速度来攻击对方的对手 魏瑞就是来布置射套的一个 节奏大学 好 来 放 来 好 移动啊 哦 一个变线啊 跳一下 非常非常非常精准的打击到 我们看到这种高水平的比赛 和魏瑞和林建泰的现在的对方 两个人基本上都是 不留一地的在给地方进行打击 所以说在武林峰的比赛里 我们可以看到高水平的比赛 我们的殿堂级赛是我们的勇士的荣耀 7月2号在几元的比赛等的 一定不容破过了 是 刚才我们的主持人也说了 贝特伦会出现在我们的比赛中啊 这也将是公安利 应该面对的最难的一个对手 没错没错 贝特伦现在在全世界女子自由国际赛 是排名第一 而且她的MMA老师是谁 龙巴若瑞 好 我们的十字顾女王 是 所以说呢 更多的这个精彩和悬念 各位呢 可以来期待一下 7月2号的几元 我们非常希望您能来到我们的现场 来跟我们一起来感受 这个顶级赛事给您带来的魅力 好 林贱泰 林贱泰现在找机会 你看林贱泰找着了 现在在往魏瑞的这个弱势手 右手方向开始转了 找到这个方式了 再往里面 林贱泰的左脚的步子 一直切着魏瑞的外颜 对 这是魏瑞的一个一定要小心的地方 嗯 林贱说经过刚才的这个调整完了之后 现在这个方式呢 是正确的 看多次已经击中魏瑞了 林贱泰找到找到了这个节奏 魏瑞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往林贱泰右手边侧啊 不能让这个脉门上对对手 漂亮 后手 左手塞到 啊 扔白毛巾了 魏瑞 恭喜魏瑞 这两场比赛里面打的真的漂亮啊 林贱泰两个新日王的头衔 不让全胜的战绩啊 加油 魏瑞加油 加油 加油 直接弃拳了 这样的一场比赛 魏瑞是干干净就拿下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日本选手林贱泰 目前在 博尔士的战绩是四战全胜 是一名非常强悍的选手 四战全胜三KO 即使在刚才被开尤之前 也是双方喷的 拼得不相上下 在这场比赛 你们更好 谢谢